第31章有前任性,目北目光围动,有一枚纳戒。 点了点头,他道,去看看,纳戒是以悬空石配合特殊密法锻造而成,内部自成空间。 持有一枚纳戒,可往其内装入一定数量的物体,不用大包小包的带在身上,非常方便。 不久后,他要去边境参军,那里可没有独立别院,而他身上有朱雀剑、玲珑玄身和炎灵精武等真物,随意放置很难安心。 若有一枚纳戒,那便是极好,持立方空间的纳戒,足够他胜放如今身上的所有东西了。 郡城的紫薇格只是一个分布,他和范欣欣来到紫薇格拍卖场时,场内已是做了许多人。 据说今天有一枚纳戒拍卖,对,纳戒啊,稀少得很,这郡城也就那些个大人物有,也不知这纳戒今日会落到谁手中。 不少人议论,今天这纳戒,我向紫茂要定了。 谁降于本少抢,好生颠量颠量,这时,第一排出,一个黄衣青年偏头扫是整个拍卖场,眸光冷峻。 迎着黄衣青年这话,拍卖场里许多人一时间进入寒蝉。 范欣欣小声对目北道,郡城有两大害,一个是魏府的魏庚,另一个便是这项子茂。 他是七大族之一的相府组长之子,平时李横行霸道嚣张跋扈,加上相府组长极为护短,所以他便更加肆无忌惮,一些运雪镜巅峰强者也不愿招惹他。 他说道,目北点了点头,倒是并不在意,会场空间很大,不多久便坐满了人,又过去片刻后拍卖会正式开始。 一个红衣女子登上拍卖台,身姿妖娆,声音酥麻,为众人相继呈上一件件新奇玩意。 第一件拍卖品是一卷三品武器,名为《卓颜刀法》,时一出现便引起成群的舞者竞价争夺。 高风灼热,刀势霸道,在三品武器中也能算上等了,估计能够拍出十万银票的价格。 范欣欣猜测,目北点了点头,差不多,修行界将武器由弱道强野分为九品,每个品级一分坐下等中等和上等。 他所修炼的剑七十二和风行九转,便皆是九品上等武器,这足够他与武道阶段傲视群雄了。 毕竟,在这大秦帝国,大部分的武道宗师也最高才掌控着八品武器,且大多是八品中下等。 八品上等的武器,那是非常少见的,纵然是大秦皇室也没有几卷,每一卷都价值连城。 至于九品武器,多是掌控在那些不释出的大教手中,这等大教凌驾于帝国之上,可不是青云建宗这样的小门派可比,有超越武道层次的大强者坐镇。 场内竞价十分激烈,不多久后,这卷武器以十一万的价格成交。 主持拍卖的红衣女子一招大胆,苏兄半路,若宁之白玉,声音较滴滴地,介绍第二件物品。 随后,第三件,第四件,直到过去一个多时辰后,终于来到最后一件拍卖品,那件。 起拍价,八十万银票,竞价开始,红衣女子媚眼如丝,女子话落,场内顿时响起大片道吸冷气的声音,八十万两,这数字实在有些吓人。 这却还仅仅只是起拍价而已,一般人谁能拿得出这么多钱来,场内哗然,过去时数呼吸后,一道声音响起,八十一万。 出生者,正是第一排的向子茂,场内一时寂静无声,无人竞价,八十一万,第一次,八十一万,第二次,红衣女子立行道,场内无一人出嫁,行了,别喊了,这会场内有人敢于本少争夺。 向子茂不耐道,赶紧敲定,本少赶时间。这家伙刚才那般威胁,哪还有人敢争。 范欣欣小声对沐北道,八十一万,其实算变,也是这时,沐北开口,一百万。 范欣欣目瞪口呆地看着沐北,表哥居然竞价了,且,一开口就是一百万,这么好。 表哥,向子茂不好惹,还是算了吧。 而且,这般出价,估计最后得抬到一百五十万以上,你拿得出那么多钱吗? 如果最后敲定了却拿不出钱来,紫威格可不会轻易饶恕的。 他压低了声音道,放心,沐北道,范欣欣原本很担忧,可见沐北这般淡然,倒也不由得宽心不少。 与此同时,场内一众人瞪大了双眼,齐齐朝着沐北这边看来。 这少年是谁,竟敢与向子茂争纳戒,而且出价这般豪衡。 有人吃惊,向子茂看向沐北,眸光射人,一百零一万。 一百二十万,沐北道,一百二十一万,向子茂杀气腾腾。 一百四十万,沐北古井无锅,这等竞价使得场内众人各个道吸冷气,向子茂一万一万的家,沐北却是十几万十几万的家。 这有些豪衡的过分了吧,简直是豪衡的有些欺负人,向子茂怒声道,一百雾十万,他看向沐北,眼中蹦践出凶光,朋友,差不多变够了。 威胁,沐北扫了他一眼,两百万,会场内,众人只感觉头皮发麻,这竞价已经不能称是欺负人了,简直就是赤裸裸的羞辱啊。 表哥,竞价也不是这么喊的啊,几万几万的家就可以了。 范欣欣欲哭无泪,无妨,沐北道,有钱,任性,这没纳戒,他志在必得,对他非常有用。 既然非常有用,价格方面也就不那么有所谓了。 毕竟,他如今确实挺有钱,范欣欣,向子茂谋自兄弟,就要再喊,却被身旁老仆劝阻了,少爷,族长所限最高价是一百五十万。 向子茂钻紧双手,不再竞价了,只是兄弟的看了眼沐北。 两百万第一次,两百万第二次,两百万第三次,两百万的价格已无人在争,最终,红衣女子敲定,纳戒归于沐北。 走了,沐北招呼一脸呆滞的范欣欣离开,不久后来到紫薇阁内堂,取出金卡付了两百万银票。 这让范欣欣又是瞪眼,紫薇钱庄的金卡,可是最起码要储存五百万银票才能够领到啊。 纵然在这北郡郡城,持有金卡的人也是极少,大多是七大族的组长和一些超级豪商主。 可这般年少的表哥,竟然也持有紫薇钱庄的金卡。 姨妈一丈太厉害了,这是给你留了多少财富啊? 他感慨道,以为沐北现在的前世父母生前所留。 沐北自然猜得到他在想什么,笑了笑,没有解释。 尊贵的客人,这没纳戒是您的了。 因您持有我隔金卡,此次拍卖的手续费便为您免了。 负责人客客气气地将纳戒递给沐北。 多谢,沐北道,正常而言,此次拍卖的手续费大概得付五万两,这一下全给脸除,倒也算很不错了。 纳戒承担银色,他将之带于右手中指上,以自身意念驾驭,将储钱的金卡放入其内。 随后,意念在动,金卡出现在手中,不错,他非常满意,重新将金卡放入其内。 范欣欣一脸羡慕,纳戒啊,许多人做梦都想拥有一个。 情了,别饭吃了,沐北笑道,与范欣欣一起离开紫薇阁。 郡城街上人山人海,比浦云城多了至少十倍,范欣欣拉着沐北问东问西,一脸好奇宝宝的样。 不多时,两人便是离开了紫薇阁很远。 就在这时,前方传来一股冷意,两道身影拦住他们去路,为首的赫然是向紫茂,身后跟着一个锦袍老仆。 什么意思,沐北诞声道,范欣欣则是一脸紧张。 什么意思,向紫语冷力道,你强本少那戒,现在问本少什么意思,你觉得本少什么意思? 公平竞价,较强,沐北看着他,少废话,向紫茂宁声道,老老实实把那戒交出来, 否则,我不介意当街给你一点教训。 沐北瞥了他一眼,懒得与他再废话,绕开他继续往前走。 向紫茂脸色彻底阴森下来,一晃蓝吓沐北,你这,啪。 沐北直接一耳光甩在他脸上,将只抽飞两丈多远,落在地上后口鼻一血,当场昏厥。 这一幕令街上众人各个大惊,居然有人敢当街打向紫茂。 范欣欣更是心头一个咯噔,惹大麻烦了。 混账,向紫茂身边的锦袍老奴怒喝,运血巅峰镜的气势全开,笔直一拳朝沐北轰来。 沐北淡然以对,举拳迎上,两拳碰撞,发出一声闷响,锦袍老者蹬蹬蹬后退五不远。 锦袍老者惊怒,一声低喝,右手成爪,施展四片上等五级烈云手,眨眼便逼到近前。 找力风锐,仿若可以撕裂金时,表哥小心,范欣欣忍不住叫出声,墓北面不改色,以拳相迎,配合风行九转身法,轻松避开对方所有攻势。 数十呼吸后,他一记边腿扫在对方脸上,令得对方大口咳血,倒地不起。 周围死一般的寂静,人群各个惊悚。 范欣欣更是不自主肩张大了小嘴,那锦袍老者可是一个运血镜巅峰强者啊。 这么强的人物,却居然被墓北转眼肩打得站不起来。 第32章说了就得负责,墓北看了眼范欣欣,招呼道别愣着了,走。 范欣欣呆呆地随着墓北离开,表哥,你当街打了向子冒,对方一定不会善罢甘休的。 他爹又非常护短,这下麻烦大了,路上,范欣欣担忧起来,我和娘如今在府上几乎没什么地位了, 帮不上忙,要不,表哥你先离开郡城吧,继续留在郡城很危险。 不必担心,墓北道,可,好了,走吧,将范欣欣送回范府,墓北回到租住的别院。 第一时间,他将朱雀剑,玲珑玄身,盐灵金无,酒果灵莲,玄迷幻香和幻喜衣物等放入那界。 酒果灵莲如今还剩两颗莲子,他留了一颗在外面,此时以这莲子配合修炼一剑绝世功法。 一个时辰后,莲子的灵能药力被完全吸纳炼化,他的修为精进了一些,实力更强了。 站起身来,他舒展四肢,随后修炼剑七十二和风行九转。 很快,夜幕降临,他停下修炼武技,回屋吃了点东西,而后钻研起单道和修行药义。 相府,族长向天傲的书房内,耶,孩儿什么时候吃过这等亏,您一定要替孩儿做主啊。 向子冒愤怒地将白天发生的是讲了一番,双手紧紧攥在一起。 向天傲一袭软丝金袍,放下手中的古书。 你什么时候才能长大,看着眼前唯一的儿子,这个氧气净巅峰的强者叹道, 这些年,族里花在你身上的钱不少,给予的灵丹灵药也不少,可你知道现在还只是处在断骨巅峰,为打运血。 近年来,为父替你擦了多少次屁股出了多少次头。 一想一直这般下去,碌碌无为蹉跎一声,他语气平和,却带着一丝难掩的失望。 向子冒仗红了脸,半想后咬牙道,耶,最后一次。 帮孩儿报了此仇,孩儿便答应你之前的安排,前往边境三军魔力。 当真,向天傲一顺不顺地看着向子冒。 若为此言,天诛地灭,向子冒发誓道,好,便依你,向天傲起身道, 向子冒心中狂喜,父亲同意为他报仇了。 去吧,向天傲挥手,带向子冒离开后,对身后的黑暗冰冷道,去查查子冒口中的那人。 他做事向来严谨,一个17岁的少年敢当街打他儿子,且击败运血巅峰强者,这绝不简单。 在完全调查清楚前,他不会随意动手。 是,黑暗中传出低吟,随即便没了动静。 夜色浓郁,点缀于苍穹的星辰渐渐隐匿,陈阳照破黑暗。 目北如往常般早早起床,迎着朝霞吐纳,修行一见绝世。 一番修炼下来,只觉得神清气爽,皮肉骨骼更加有力了。 简单饮食后,他开始修炼见72和风行九转。 直到下午十分,他方才停下,转而钻研丹术和修行药益。 接下来,他的日子便是循环修炼一见绝世,见72,风行九转,参悟丹术和修行药益等。 这个过程中,他又挑了一宗九品上等的拳法武器修炼。 如果遇到强敌时没有剑在手,赤手对敌会很吃亏,习得一宗强大的拳法便非常有必要。 可以说,他当前的日子就是修炼物法,物法修炼。 很枯燥,但修行就是如此,若燕枯燥贪享乐,终究是走不长远。 期间,他也会抽空去饭府看望小姨,偶尔陪小姨吃顿饭。 一晃,三天过去,这天,他陪小姨吃过饭,刚走出饭府不多远,便被几个强大的五位拦下。 穆公子,我族族长设宴水云楼,请你前去一续。 为首的五位长冷漠道,穆北看着这人,哪族族长? 向府,五位长道,穆北倾客便了然,向子茂找其父报复来了。 对此,他并不忌惮,走吧,他说道,迈不朝水云楼走去,向子茂既然请其父来报复,那么,必是无论如何也避不了,索性直接前去做个了断。 几个五位危症,俨然是没想到穆北静这般配合和主动。 盯紧了,别让他溜走,五位长对其他几人道,带着几人跟上去。 不多久,水云楼椅在眼前,五位长带穆北来到一间雅阁。 雅阁十分宽敞,装饰奢华不俗,俨然不是一般人能定下。 穆北一眼就看到了向子茂,向子茂正猙獰的盯着他,看他的眼神宛若是在盯着一具尸体般。 早了眼守卫上端坐着的金袍中年,他看向向子茂,你觉得找你爹来,今天就能讨得了好。 说着这话,他自顾自地找到一个位置坐下。 他不愿惹麻烦上身,但麻烦若已经找上门,那么也就没必要低调。 他低调,麻烦不会自己走,既然如此,何不索性高调。 狂妄的东西,金袍中年身旁,一个甘肃的黑袍男子冰冷出生,因旧的双眼宛若黑暗中的利刃,就要动手。 不过,却被金袍中年抬手拦下,墓北,浦云城墓府养子,半月前夺得七成大比第一,斩杀墓府刚打氧气初期的太祖,数日前抵达郡城,与靖府靖文康有几分关系。 金袍中年向天傲看着墓北,你确实有骄傲的资本。 听着这话,向子茂瞳孔咒缩,墓北竟然斩杀过氧气竞强者。 这怎么可能,如何做到的,墓北看向向天傲,你倒调查得挺清楚。 知己知彼百战不带,我这人从不打没有把握的仗。 向天傲淡淡道,所以你觉得,今天这一仗,你稳赢了。 墓北道,向天傲左手撑腮,右手食指有节奏的轻敲桌面,你或许以为,杀个氧气初期的墓府太祖很了不起,当然,事实上也确实很了不起。 但,那仅针对于一般人而言,在我这里,这不算什么。 区区一个边陲小城的氧气初期,且还是刚刚抵达这个层次,与这郡城的氧气竟终究差了太多,不要说氧气竟巅峰的我,就算我旁边同为氧气初期的左使,要杀那墓府太祖也只需一只手。 所以,你现在还觉得,你很了不起。 他看着墓北道,墓北只是淡笑,这等姿态多少让向天傲有些不悦,眼前这年轻人着实是有些傲。 情了,废话懒得与你说太多,将那没那戒交出来,而后在你之前打我儿的地方当众下跪,自抽九个耳光,向我儿磕头道歉,这件事便算了。 他说道,听着这话,向子冒顿时兴奋起来,双手紧握,一副十分期待的模样。 黑袍男子则是叹了口气,族长你还真仁慈,换做是我,就斩进他四肢,而后再剁了他脑袋。 说着,阴冷地扫了眼墓北,没必要做得太狠,说到底,这是他们年轻人间的争斗,我作为长辈,插手进来已算不妥了。 向天傲道,他看向墓北,你是自己去,还是我令人压你,话还没有说完,他突然身子一颤,整个人无力起来。 与此同时,一旁的黑袍男子身形变得亮相,向子冒更是直接软倒下来,说话都说不出来了。 唯有墓北好征一侠,气定神闲地看着三人,是不是手脚无力,脑袋晕眩,呼吸都很困难。 向天傲的脸色顿时变了,你做了什么? 墓北不语,只是淡笑。 在浦云城时,他炼制了五只无色无味的玄迷幻香,通透镜的舞蹈宗师也很难扛得住。 当时,沙里佩和李子妍等人,他用掉了一只,还剩四只。 方才进入这雅阁的第一时间,他便暗中释放了一只玄迷幻香,这时,药力已生效了。 起身,他走到黑袍男子身前,随手一巴掌将只拍翻在地,你刚才说,要斩我四只堕我脑袋。 不,不是,我只是说说而已,说说而已。 黑袍男子此刻浑身无力,站起来都很难,迎着墓北这话,脸上顿时生出一抹恐惧。 墓北诞生道,男子汉大丈夫,一言当底半边偏,哪能随口说说。 说了就得负责,朱雀剑自那剑内出现在手中,手起剑落,转瞬斩下黑袍男子的双手双腿。 啊,黑袍男子绝望惨叫,我的手,我的腿,锅躁,墓北又挥出一剑,将对方脑袋斩下。 向天傲眼睁睁看着黑袍男子死在眼前,却什么也做不了,连洞坛都很难,不由得头皮都发麻。 向紫茂更是脸色惨白,软倒在地上不住地发抖。 墓北看向向天傲和向紫茂,朱雀剑收回那戒中。 知道为什么不杀你吗? 看着向天傲,墓北道,因为你为起杀心,你若有杀心,今日必死。 听到这里,向天傲常常松了口气,这个时候,墓北要杀他太容易了,他心头不由得惊悚, 眼前这少年太可怕了,不知用了什么手段,竟让他这等氧气净巅峰的强者都动弹不得,一身武力无法施展。 多,多谢,他艰难出声道,借救免了,没意义。 墓北道,你是个聪明人,是事后在谋报复或则就此消停,好生思量。 话落,转身离去,第三十三张范府逼婚,离开水云楼,墓北回到小别院。 休息片刻后,他便是闭门修炼,一晃,两天过去,这天,他取出酒果灵莲的最后一颗莲子,以致配合修炼一件爵士功法。 莲子的要力于腹中绽放,在一件爵士功法的引动下,流转到周身骨骼。 嘎巴嘎巴的声音不时传出,通体骨骼在一件爵士功法下经历深层次的打磨。 随着这等打磨,他的骨骼持续增强,不过,也随之生出一股非常剧烈的疼痛感。 对此,墓北神色如常,甚至没有皱下眉头。 修行,即是对自身的打磨,如打铁一般,须千锤百炼,这个过程自然非常艰辛。 不经历痛苦,又如何可能变得很强? 如同那句古话,不经风雨怎见彩虹。 时间流逝,很快便是一个时辰过去。 一个时辰后,莲子的药力被全部炼化吸收,它躯体表面生出一层厚厚的污物。 如同预计的那般,酒果零莲的九颗莲子全部炼化,这一刻,它达到了运血境界。 体表的污物,便是体内排出的杂质。 简单洗了个澡,它换上套干净衣服,得寻些易血的灵药了。 它思索,五到六镜中,以运血境和氧气境最实关键,这两个阶段,合起来即是运氧血气。 血气是舞者之根本,一个舞者,实力强大于否。 与血气的强弱有着最直接关系。 运血境,即脆血,这个阶段若想打磨到极家,便最好是寻一些易血的灵药辅助。 咚咚咚,这时,门外响起敲门声,墓北起身打开房门,外面站着一个黄衣青年。 像子茂,你来做什么,墓北扫了他一眼,还想报复。 不不不,不是,我没有,我不敢了,像子茂连连摇头,我,我是来赔礼道歉的。 说着,他双手递出一个黄梨木盒,我爹让我送来的,请北兄,不。 请北哥你收下,墓北扫了眼道,大可不必,走吧。 话落,他便要关门,别,别啊北哥,像子茂连了,这是我爹和我的一点心意,北哥你就收下吧,你要不收下,我心难安啊。 这么回去,我爹会打断我的腿的,他如同热锅上的蚂蚁,眼睛都红了,像要哭出来。 墓北无语,行了,七尺男儿,可别在我这为这等小事抹眼泪。 东西放下,走吧,好好好,见墓北同意收下,像子茂顿时惊喜起来。 回去告诉你爹,两日前,恩怨已了,只要你们不主动找我麻烦,我自不会无动决陷。 墓北道,像子茂连连点头,将黄黎木盒放在院里的石桌上便退了出去,小心地围墓北掩上院门。 墓北走到石桌前打开墓盒,一股浓郁的香味顿时扑面可来。 就见着,墓盒内放着三颗血色灵芝,每一颗都是纹烙饱满,至少是百年级。 赤火龙芝,他目光围动,百年级的赤火龙芝,可是二品中等灵药,在五道这个阶段里,是一血泪灵药中的上上之选。 这三株赤火龙芝,合起来最起码也得价值五十万银票。 最主要的是,这等东西,就算有钱也很难买到。 如同这等珍惜的修行资源,只要一出现,立刻就会被一些大家族买去,以公族内强者使用。 像天奥这次直接送来三颗百年级的赤火龙芝,还真是下了血本。 这么怕我日后报复,墓北想笑,自己是那等反复无常的人嘛,既然两天前没下杀手,又何必日后再报复。 不过,像天奥这等忌惮,倒也解决了他一个需要,他正想着寻异血泪灵药,对方就送来了。 这三株赤火龙芝,足够他用来辅助孕血镜的修炼了。 没太多想,他掰下一节龙芝,用以稳固刚刚成就的孕血镜修为。 赤火龙芝阳性充沛,蕴含的药力十分惊人,入腹后药力化开,轻刻涌入他各处血液中。 在一件绝世功法的调动下,充满阳性灵能的龙芝药力,顿时快速淬炼他一身血液。 这个过程中,他感觉身体生出一股灼热感,血液似乎沸腾了。 同时,他也能清晰察觉到,自己的精气神随着再一点点提升。 半个时辰后,这节龙芝的药力被完全炼化吸收,他感觉孕血镜的修为变得如磐石般稳固。 品内血液,纯净了一杯有余,不愧是二品中等灵药,他感慨,接下来的日子,他不再出门,一直待在院里修炼。 期间,范欣欣跑来好几次,问起他向子茂的事,得知已经处理好方才放心下来。 同时,也十分吃惊,表哥你实在太厉害了,竟然连那个向子茂都能摆平。 我快感觉你无所不能了,郡成两大害之一的向子茂,连一些老辈人物都无奈不愿招惹,却奈何不了墓碑。 范欣欣每次来,都带了一个多时辰,拉着墓碑问东问西,又求墓碑指导他修炼。 墓碑也不吝啬,对修炼上的一些问题详细教导,帮他解决了许多修炼上的难题。 时间一晃,自他来到郡成,已是过去十三日,还有两天,就得成海阁前往边境。 最后去看看小姨,她起身朝饭府走去,不多时,她来到小姨的住处简单告别,将自己即将前往边境参军的事告诉小姨。 餐均好,守护家国,很荣耀。 轩清水道,又挺心疼,只是,军中辛苦,北儿你受得了吗? 离世的小姨,我能吃苦。 墓碑笑道,好样的,不愧是姐姐和姐夫的孩子,日后定能成就一番大事业。 轩清水疼爱地揉了下墓碑的脑袋,起身道,先坐着,小姨去准备大餐,犒劳咱们即将保家卫国的大英雄。 不多久,一道道美味菜肴便摆满了桌子,墓碑发现,依旧全是她以前喜欢的菜式。 谢谢小姨,她说道,过去这么多年了,小姨上还记得她所有喜欢的菜式,她心头很暖。 一家人不说谢,等北儿你参军回来,小姨再给你准备几次大餐。 轩清水目光温和,范欣欣贴嘴,娘,你好像都没对我这么好过。 说着,她又嘻嘻笑道,不过,这是犒劳表哥,我一点也不吃醋,反而很开心。 目北玩耳,三人有说有笑,不多时,一桌子菜肴便没剩下多少。 我夫人,领丹了,一个是从推门进来,也不敲门,将两颗蓝色丹丸递给轩清水。 轩清水醋没到,刘侍卫,这正元丹,上个月不还是三颗吗,怎么这个月就变成两颗了? 这我可不清楚,我只负责送丹,你若是不要,我可就拿回去了。 游侍卫不耐烦地道,轩清水叹了口气,不再多说什么,结果两颗正元丹小心地收起来。 族里的直系子弟,原本每个月都是十颗正元丹,我们却被不断削减,如今已经只给两颗了。 范欣欣低声对目北道,攥紧了双手。 目北心头叹了口气,倒是真正明白小姨和表妹在范府中的处境了。 对了五夫人,还有件事,组长为欣欣小姐定了门婚室,对方是卫府的卫庚少爷。 游侍卫道,卫庚少爷已在前来迎亲的路上,请五夫人为欣欣小姐书席打扮一番,而后去大殿等候。 轩清水脸色一变,你说什么?范欣欣更是拍桌怒起,你再说一遍。 目北目光威领,来郡城这么多天,他对郡城已是了解许多。 那魏庚,城里谁不知道,就是个彻头彻尾的渣子,仗着其父的权势宠溺,这些年烧杀银略无握不作,不知祸害了多少人。 这范府组长,竟要将范欣欣嫁给那魏庚。 范欣欣若是真嫁过去,这一生可救毁了。 刘侍卫淡默地扫了眼轩清水和范欣欣,这是组长定的亲事,你们对我吼没用,好好准备吧。 说完便离开了,范欣欣又惊又怒又气,死死攥着双手,漂亮的小脸气得发白。 轩清水难得地浮出怒容,对范欣欣道,别怕,娘还在,这就去找范明轩说个明白。 绝不嫁,说完便朝范府大殿走去,范欣欣连忙追上去,目北跟在两人身后,不多久,三人便是来到范府大殿, 大殿宽敞奢华,站着几个中年和几个年轻小辈,此时已是简单装扮了番,拉了一些红色绸布。 范明轩,亲心哪里得罪你了,你竟要将他嫁给那个未更。 轩清水走到范族组长范明轩进前,愤怒道,这门婚事,我不同意。 范明轩一身银袍,扫了眼轩清水,这是我与几位长老一起定下的事,弟妹你没有发言权。 你,轩清水怒目而是,气得浑身发抖,却是半想说不出话来。 按范府族规,族中子弟的婚事可由族长直接做主,一旦族长做了主,他确实没有反驳余地。 范欣欣自然也知道这点,死死攥着双拳,我不嫁。 虽是这么说,可他小脸已是一片惨白,有绝望浮出。 范明轩身后站着一个蓝裙少女,为范明轩的掌上明珠范软香, 瞥了眼范欣欣道,卫庚可是卫府族长之子,身份地位皆是俊成一等,能嫁过去,那是你的福气。 嫁到卫府,伺候好了卫庚,日后有的是荣华富贵享受,你应感到高兴,更应感激我父亲,在这委屈个什么。 范欣欣怒是范软香,就要扑上去,却被沐北拦下来。 看向范软香,沐北诞生道,这么大的福气,我表妹无福销售,要不,还是你嫁过去吧。 第34章醍醐灌顶,听着沐北的话,范软香脸色一沉,你算什么东西,这里有你说话的份。 你又算什么东西,沐北道,是福是货,个人自知,需要你来做点评。 范软香恼怒,你,范明轩看向沐北,冰冷道,在我范府,说话放尊重点。 沐北看着范明轩,卫府是给了你什么好处,让你迫不及待地要将欣欣嫁给那渣子。 欣欣好歹是你亲弟弟的女儿,你的亲侄女,劝你善良一些。 范明轩脸色微变,似被沐北戳中了要害,含着脸道,一派胡言。 哎人,给我将他轰出去,顿时,有师从走向沐北,已是这时,伴随着一声大笑,一个满脸横肉的男子大步踏了进来。 正是卫庚,小欣欣,哈哈哈哈哈哈,心肝宝贝儿哟,老子来了。 卫庚双眼放光,时宜踏入大殿便直勾勾地盯住范欣欣。 卫少,你来得可真快,范软香笑起来,含苞欲放的美人等着老子来踩,如何能不快些过来。 卫庚嘿嘿大笑,摸向范欣欣的小脸。 范欣欣害怕,忍不住后退,墓北上前,将她护在身后,卫庚的脸色顿时阴旧起来,你是什么人,敢拦老子。 范软香瞥了眼墓北,也遇到,卫少有所不知,这是欣欣的表哥,来阻拦婚式的。 表哥,卫庚获地看向墓北,干你娘的表哥,给老子滚。 墓北脸色顿冷,一耳光甩在卫庚脸上。 他的一声,卫庚被当场抽翻在地,牙齿混合着血水脱落出来。 在赶辱及我娘,宰了你,墓北含声道,卫少,有人惊呼,放肆,范明轩呵斥,给我拿下他。 话落,顿时有几个侍从攻向墓北,个个都是断骨巅峰的强者。 只是,区区断骨竟哪是墓北的对手,转瞬便被墓北全部撂到。 卫庚以示战起身来,猙獰的盯着墓北,小杂种,你敢打老子。 你死定了,他满脸兄弟,老子骂你娘又如何,你娘就是个婊子妓女。 日后,老子每天问候一遍你娘,怎样,你来杀老子啊? 在这北郡郡城,从来只有他卫庚打别人,今日却被墓北打了。 墓北的脸色彻底冷下来,朱雀剑凭空出现在手中,一步上前,一展而过。 血水飞溅,卫庚的头颅从脖子上落下,将大殿染出一片红色。 全场死记,所有人都镇住了,卫庚居然被杀了。 混账,范明轩惊怒至极,一把抓向墓北。 然而,几乎是下一刻,他身体突然微颤,一个亮枪栽倒了下去。 同一时间,这大殿内,除墓北外,其他人各个发颤,相继软道。 怎,怎么回事? 范府众人慌乱起来,墓北收起朱雀剑,走到轩清水和范欣欣身前,取出两颗药丸给两人服下,两人顿时有了气力。 之前,他暗中释放了一支悬迷幻香,殿内所有人都中了招。 贝尔,你,轩清水吃惊,此时如何看不出来,这一切皆是和墓北有关。 范欣欣也是一脸震撼。 范,小姨,我带你们离开。 墓北道,盖着轩清水和范欣欣,她离开范府,不多时回到租住的别院。 别院足有五间屋子,足够小姨和表妹住下。 轩清水和范欣欣面带慌乱,轩清水自责道,对不起北儿,给你添麻烦了,今日若非为了欣欣,你也不至于杀了那位庚。 表哥,对不起,范欣欣哽咽道歉,墓北杀了位庚,这事实在太大了。 墓北摸了摸她的小脑袋,不哭,此事与你无关。 一个渣子,敢那般辱骂养大自己的母亲,她如何能忍。 无论如何,魏府绝不会善罢甘休,北儿,你赶紧离开郡城,寻个地方躲起来吧。 轩清水这几道,离世的小姨,我不走,你和表妹也待在这里,一切由我。 墓北安慰,这个时候,俊成已是闸开了锅,魏府组长的儿子被人杀死,让俊成无数人动容。 魏府组长魏坤第一时间收到范府传去的消息,整个人如遭雷击,双目顿时通红。 一声怒吼,他冲出魏府,直奔墓北的别院而去。 同一时间,向府,向子茂冲进父亲向天澳的书房,将墓北杀死魏庚的是快速到了藩,爹, 范府和魏府有不少强者逼去北哥的别院了,我们赶紧带人去帮忙吧。 帮他墓北,向天澳谷怪道,我们送了礼,歉意已表,何必烫这浑水,同时得罪魏府贩府。 而且,你不觉得,此番他墓北若死去,对我们而言也是一件好事? 向子茂张了张口,道,可我觉得,北哥绝非常人,潜能无限,我们如今应该与之交好才是,有难时尽量给予帮助。 如此,待未来北哥扬名立万,我向府势必能沾光,当可因此而更进一步。 他当皆达你如你,让你丢人现眼,这事,你能够真的完全忍了。 向天澳问他,圣贤不是说过一句话吗,成大事者当能屈能伸,目光得放长远。 向子茂道,向天澳一顺不顺地看着他,忽而放声大笑,好好好,我儿总算长大了。 向子茂一正,爹,您这,向天澳瞥了他一眼,你以为,你这小崽子能想到的是,你爹我会想不到。 未免小觑你爹了,那,您刚才是在考验我,自然,向天澳叹道,你能有这般成长,为父着实很意外,这当得感谢那叫墓北的少年啊。 向子茂挠了挠后脑勺,尴尬道,不知怎么的,北哥水云楼之行后,我好像明误了许多东西。 君子无心,却似醍醐灌顶,向天澳感慨,随后神色一肃,走,去墓公子别院。 与此同时,静文康得到消息,立刻禀邻族长父亲,一起前往墓北的别院。 墓北租住的别院里,是桌上摆着一壶莲茶,墓北静静坐着,浅饮茶水。 小姨,欣欣,你们也喝点,余身有益。 酒果灵连的莲子他炼化完了,叶子却也还有用,已知泡茶,可提神明目。 轩清水和范欣欣交集的步行,哪有心情饮茶,几次劝墓北离开,可墓北却压根不听。 砰,院门突然被一股大力踹开,三个中年大步冲入,为首的赫然是为庚的父亲魏昆。 魏昆使一踏入院子便盯住了墓北,面目争獰到,畜生。 动作简单,一拳轰向墓北,几乎是他出拳的同时间,一道身影自院外闪至,举拳迎上。 两拳碰撞,发出一道巨大的闷响,来人和魏昆同时后退。 墓北看清来人,发现居然是向天傲,这道让他有些意外。 墓公子,犬子担心你的安危,求我前来相助。 来得稍微有些晚了,还请见谅。 向天傲笑着抱拳,特意将向子茂放在重心。 北哥,你没事吧?向子茂上前道,没事,墓北看向向子茂,有心了,向子茂有些受宠若惊,连忙道,应该的应该的,北哥你没事就好。 这一幕看得范欣欣一愣一愣的,墓北前些时候明明当街揍了向子茂一顿,如今,向子茂却反而求着欺负亲钱来帮墓北,这是什么情况? 向天傲,你这是做什么,吃错药了。 范明轩喝道,范明轩,吃错药的是你才对。 向天傲讽刺道,堂堂一族之主,仅仅为了五颗二品零食,便将亲侄女推向虎坑,你可真是恬不知耻。 范明轩脸色微变,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 不承认,喝,向天傲不屑,我向府能耐平平,情报方面却当得上郡成第一,你瞒得了我。 你,范明轩的脸色顿时变得铁青,轩清水怒是范明轩,尽管早就对范府十分失望,却也没想到,一族之常能低劣到这等地步。 范欣欣攥紧了双手,愤怒和仇恨地盯着范明轩,之前表哥在范府大殿的猜测,竟真的没错。 向天傲,给我滚开,魏坤立声道,不可能,向天傲只有这么三个字,好,那就连你一起杀。 魏坤杀气腾腾,直接动手,转眼与向天傲斗在一起。 范明轩则是盯住沐北,抬手抓去。 氧气巅峰镜的气血浩荡,震得空气抖动,似要炸开。 魏更死在范府,若不镇压下沐北,他不好与魏坤交代,极可能导致魏府和范府直接撕破脸面。 小姨,欣欣,你们退远些,沐北道,他话语刚落,一柄小刀自愿外贯穿而至,迎上范明轩抓来的右手。 靖文康带着父亲靖安月来了,沐兄,我们来迟了,抱歉。 靖文康上前道,沐北点了点头,多谢。 靖安月,你又是怎么回事? 范明轩怒道,先是向天傲带人来帮沐北,如今连靖安月也来了。 这什么情况,这少年与我二有大恩,你说我来是什么意思? 靖安月道,范明轩脸色阴沉,对身后的蓝袍谋士道,魏兄牵制向天傲,我牵制靖安月,你拿下那贼子。 是,蓝袍谋士应道,迈步抓向沐北,靖安月想阻止,被范明轩拦下。 住手,突然,一道红厚声音响起,一个锦袍中年大步走了进来,身后跟着一个氧气净的甲州男子。 见着此人,这个地方除了沐北外,其他人皆是洞容,齐齐停下来。 常大人,你怎么来了?范明轩吃惊,锦袍中年却是根本不理他,靖直来到沐北跟前,客气道,沐公子,你没事吧? 第35章不俗收获,沐北不解道,你是。 锦袍中年笑道,在下北郡郡守,常自清。 刘延庆与常某提过许多关于沐公子的事,因为沐公子,常某在七成大比时更是收获甚大,实在得感谢沐公子啊。 沐北顿时了然,想来,这便是刘延庆身后的那个大人物了,难怪连浦云城城主都忌惮刘延庆。 哎,这一幕,却是使得一众人又动容,北郡郡守长自清,统帅郡城,已经超出了氧气井,处在沐一镜初期,是郡城当之无愧的霸主。 此刻,这个沐一镜的郡城霸主,竟对沐北这般客气。 这是怎么回事?尤其是范欣欣,这一刻近乎呆滞了,自己一开始看不起的表哥,竟然有着这般巨大的能量。 魏坤,范明轩,如此强闯民宅行凶,是否太过放肆了,你二人眼中还有没有成规法计? 长自清看向魏坤和范明轩,范明轩闭口不语,魏坤指着沐北咬牙道,长大人,他杀了我。 难道我不该杀他报仇?长自清看向他,我已知晓事情经过,你那儿子两次辱人生母,言此恶劣至极,死有余辜。 他冷哼道,另外,你儿子这些年的所作所为,有几件不足已入死牢。 这些年我不处置他,已是给足你面子。 如今沐公子出手,也算替郡城除了一大海,你敢有怨言。 沐北是连月瑶郡主和武道宗师都推崇的人,又帮他赚了一亿多银票,他如何能不站在沐北这边? 魏坤紧咬牙关,找不出话反驳,也不敢四眼顶撞。 眼前这个人,他惹不起,已,还有范明轩,立刻离开沐公子别院。 长自清冷漠道,魏坤不敢违逆长自清,只双目赤红地盯着沐北,胸利堵辣。 范明轩拱了下手,招呼谋士,拉着魏坤离开。 轩清水,范欣欣和向子茂等人都是松了口气。 还好有郡守长自清站在沐北这边,否则,今日结局很难料。 已是这时,沐北出生,等等。 众人齐齐看向沐北,沐公子有话讲,或是不满意。 长自清问道,沐北摇了摇头,目光落在魏坤身上,你想杀我为你而报仇,我给你机会。 他看向长自清,长大人,请你们暂且离院,在外面等候,容我与他了断这场恩怨。 这话一出,所有人都是变色,北而不可,表哥不要,宣清水和范欣欣顿时急了,魏坤可是氧气净巅峰的强者,沐北这是要与对方单打独斗。 这不是鸡蛋碰石头吗? 长自清等人也开口劝阻,我有分寸,沐北道,他决意坚定,长自清等人也是无奈,很快全退了出去。 院里,便只剩下沐北和魏坤,端起桌上茶杯前饮一口莲茶,沐北走向院子的空旷区域,知道为什么留下你吗? 你的眼神太阴冷了,像毒蛇,毒蛇伺机而动,一旦寻到机会,便是绝杀,太危险。 我不喜欢给自己留下威胁,所以,请你今日死在这里。 他诞声道,魏坤放声狂笑,眸自音力射人,小小的运血净出漆,你会为你的狂妄付出代价。 给我死,话落,人已势动了,一拳轰向沐北。 拳风宛若夹杂利刃,既暴力又凌厉,显然,这不是普通的一拳,而是一宗强大的武技。 沐北很清楚这点,也知道魏坤在想什么,长自清等人随时可能闯入插手,魏坤想急速解决他。 他面不改色,朱雀剑出现在手中,配合风行九转施斩剑72,迎上魏坤这霸道的诠释。 他刚抵达运血净,尚不清楚自己的极限战力,如今正好以魏坤这个氧气净巅峰强者验证一番。 两人激斗,很快便是数十呼吸过去,这个过程,墓北没有占据丝毫上风,却也未曾落在下方,勉强与魏坤战成平手。 这,已经是他如今的巅峰战力了。看来,以我现在的实力,最多可勉强击杀氧气中期的强者,对上氧气巅峰绝对没有胜算。 他心中自语,魏坤却是亥然,墓北只是运血出漆而已,居然能抗住他这氧气巅峰镜的强者数十呼吸不败。 一时间,他眼中浮出浓郁至极的杀鸡,一口扩建凭空出现在手中。 随着扩建出现,他气势暴增,全力一剑劈向墓北。 空气都因此而剧烈丝鸣,然而下一刻,他猛的一颤,剑势变乱,样呛着几乎栽倒,勉强以手中扩建稳住身体。 怎么回事,他脸色变了,墓北却是目光平淡,悬迷幻香他还剩两只,方才暗中释放了一只,此刻俨然生效了。 是你,你用毒了,魏坤死死盯着墓北,猜对了,墓北道,卑鄙,魏坤怒急,迎着墓北提剑走来,艰难地挥动扩建营上。 只是,中了悬迷幻香,他浑身酸软无力,根本使不上力来,挥出的扩建没有任何杀伤力。 墓北简单一击便是挑飞扩建,震得魏坤栽倒在地。 魏坤脸色难看至极,眼中流露出惊悚,往外爬去。 墓北将之拦下,一剑斩下他头颅。 收起朱雀剑,他目光落在对方右手中指的那戒上,将那戒扒下来。 意念叹入其中,他目光微微一亮,那戒空间足有二十多个地方,里面倒是有不少好东西。 其中,最有价值的当属十颗二品下等零食,这东西对于现在的他可是有着大用的。 除此之外,还有二十颗一品零食,一百八十万银票以及其他一些比较不俗的东西。 倒是不错的收获,他取下自己的那戒,将里面的东西移入这枚那戒中,而后将这枚二十立方的那戒带在右手上。 回到石桌行,他连续为自己倒了几杯莲茶饮下,直到院中的玄迷幻香消散方才起身打开院门。 表哥,你没事吧? 范欣欣第一个冲过来,离世,墓北倾笑,众人走进院里,一眼便看到魏坤的无头尸体,其其道吸一口凉气。 魏坤可是氧气净巅峰的强者啊,竟然被墓北这个运雪初期给杀了。 和其骇人,范明轩脸色白了一大片,无论如何也没想到,宣清水这个外甥竟这般可怕。 不愧是墓公子,常自轻叹道,令武道宗师都推崇的男人,果然不一般啊。 范明轩朝墓北连连道歉,又看向宣清水和范欣欣,艰难地挤出一抹笑来, 弟妹,欣欣,以前都是我的不是,我在这里给你们赔礼道歉,我们这就回复吧。 我保证,府中再也不会有人对你们不敬,不必了,宣清水恨声道, 就算我母女流落街头,也绝不再踏入你范府半步。 仅仅为了几块二品零食就将他女儿推入火坑,这是他无论如何也不能原谅的事。 这,范明轩还想说什么,却被墓北打断。 自己回去,以后若再敢欺负我小姨表妹,魏坤就是你的下场。 另外,把这话也带给魏府,沐北看着他道,范明轩欺欺然, 此时已是不敢反驳沐北,拱了拱手,带着谋士离开了这座别院。 长字清和向天傲等人在院里待了片刻,也是相继告辞离开。 这些人前脚踩踏出院子,范欣欣便是一下子扑了上去,表哥,你太厉害了。 他仰着小脑袋看着沐北,双眼发亮,就差在脸上刻上崇拜至极这四个字了。 还好,沐北轻笑,萱清水走上前来,北儿,这次真的多谢你了,如果不是你,我和欣欣真不知该怎么办才好。 没有沐北,范欣欣一定会被嫁到魏府,他根本阻拦不了,范欣欣也反抗不了。 小姨,您不是说一家人不谈谢吗?这是我应该做的。 沐北笑道,萱清水点了点头,眼角泪光涌出,姐姐姐夫若知北儿如今这般有出息,一定会十分开心。 天色渐暗,萱清水泛欣欣赏实在别院住了下来,萱清水负责一日三餐,倒让沐北饮食规律了。 此前,他一心扑在五道修炼上,别说规律的一日三餐,大部分时候都是干粮就着水便打发了。 两日一晃便过去,这天清晨,沐北早早起床,收拾好所有东西,准备出发城海阁前往边境了。 其实也没什么好收拾的,有价值的东西都放在那戒中,只是整理下小姨帮她清洗的换洗衣物。 小姨,这座别院我已经买了下来,你和欣欣以后便住在这里。 她将一张房契递给萱清水,另外,我与常大人等人打过招呼了,让他们关照下你们,想来,郡城内日后没人再敢欺负你们。 说着,她又取出五十万银票,这些钱,小姨您留着,已被日后生活所需。 这,使不得,萱清水推辞,这座别院至少价值一百万银票,沐北又取出五十万银票给她,这么大一笔财富她拿好意思接。 小姨,您就别与我客气了,收下吧。 沐北道,就算您不考虑自己,也得考虑下欣欣吧,如今你们离开了饭府,住哪儿呢? 而且,欣欣在苍宇学院修行,学费和之后的修行都得要花钱。 第36章怎么耸了,萱清水连连推辞,可沐北很坚持,萱清水实在拗不过,只得收下。 表哥,谢谢你。 范欣欣眼范泪光,自从父亲去世后,从来未曾有人对他们这般好。 沐北笑了笑,与萱清水和范欣欣做最后告别。 萱清水和范欣欣送沐北来到渡口时,紫威阁的海阁已经停在岸边。 这艘海阁长约百丈有余,高约十五丈,大的惊人,如同一座小山。 沐北与两人挥了挥手,便是登上海阁。 海阁分七层,最底层是坐票,第二层到第五层是单人间,第六层和第七层则是贵宾间。 按照船票,沐北来到第七层的一个房间前。 推门而入,房间大概百来个平方,内里装饰的古香古色,洗浴等各类设施一应俱全。 繁琐好门,他稍微休息了下,从那届中取出一节赤火龙之灵药和一块二品下等灵石。 这趟海阁大概得航行七天才能抵达边境,他自然不可能七天无所事事,每日都得修炼。 赤火龙之为灵药,嚼碎口服便可,他嚼碎这节龙之吞入腹中,左手握着二品灵石运转一件绝世功法, 顿时,龙之的药力和灵石内涌入的灵气混合在一起,快速淬炼他周身血液。 一晃,一个时辰过去,一个时辰后,龙之的药力和灵石的灵力完全被炼化,他的精气神随着提升了一节。 以内窥法门内饰己身,体内血液纯净了不少,如同一汪浑水被清理后少了些污垢。 剩下的灵石,当可供我情至运血中期。 赤火龙之主要效果是易血,对修为的提升没有用。 如今,他身上能用于提升修为的,便只有九颗二品下等灵石和二十颗一品上等灵石,将它们炼化完,他预估勉强可踏入运血中期。 海葛早已是起航了,船体不时晃动一下,他在房间里梳理了翻血器,便起身走了出去。 不多时,他来到甲板上,海葛的甲板很大,这个时候,骑上已是占了许多人,大多是靠在船员边上欣赏海景。 这些人并不都是去边境,只是这趟海葛恰巧从边境经过而已,真正去边境的人极少。 蔚蓝的海面,海水如丝绸般柔和,偶有海浪卷起,肆意头头咆哮的猛虎,掀起阵阵狂澜。 海平面一望无银,墓北站在甲板边缘,海风扑面而来,潮湿却又舒服。 墓北第一次这般眺望汪洋,感觉倒也不错。 就在这时,不远处传来喧嚣,许多人在围观,其中一道声音有些耳熟。 墓北走上前去,就见着两个壮汉正在殴打地上的一个黄衣青年,后者完全没有还手之力。 向子茂,墓北微愣,这家伙怎么在这? 眼看其中一个壮汉就要狠狠一拳砸在向子茂鼻梁上,他一晃而至,一把握住对方的拳头。 小子,你这是想强出头? 壮汉宁笑,墓北懒得搭理他,甩手将其震开,与此同时,向子茂瞪大了双眼,北,北哥。 他一脸的错愕吃惊,俨然是没想到会在这里遇到墓北。 墓北拉着他站起来,这怎么回事? 向子茂愤怒地看了眼两个壮汉,我与同行的一位姑娘观海闲聊, 这两人上前调戏,我指责了几句,他们就对我动手,我,我不是他们的对手。 说到最后,他面露羞愧之色,声音变得如蚊子般细微。 墓北看向两个壮汉,是这么回事? 被墓北刚才握住拳头的壮汉上前一步,环绕着一股消杀之气,逼是墓北道,是又怎么样? 墓北抬腿就是一脚,直接将这壮汉踹飞一丈多远,落在甲板上后捂着肚子哀嚎,嘴角直流血。 敢动手,另一个壮汉怒吓,一拳朝墓北轰来。 墓北后发先至,一巴掌甩在这人脸上。 他的一声,这人如之前那个壮汉般,亦是滚飞杖许远,脸颊上浮出五条清晰的手指印。 浩墙,附近,不少人惊呼,两个壮汉可都是断骨巅峰的舞者,血气波动惊人,却居然被墓北眨眼间就给打趴下了。 像子帽子感觉畅快得很,仿佛自己将这两人打趴下的般。 谢谢北哥,他感激道,道谢后,他不免又是露出羞愧,说起来,我与他们的修为一样,都是处在断骨巅峰,可是面对他们中的任何一人,我却都完全不是对手,实在是正常。 墓北道,你虽也是断骨巅峰,可却未曾经历过几次实战,而他们两人,周身缠绕速杀气息,俨然经历过至少数十场生死杀伐,战斗经验和修为凝练度皆远超于你,你自不是对手。 你要记住,修炼不只是单纯的提升修为,战斗历练也是至关重要的一环,单纯只注重修为而不关注实战历练,终究只是绣花枕头,须有其表。 当然,若是高几个境界压弱敌,便另当别论。 他说道,将子茂与他有过过节,却只是小事罢了,后来这家伙又是登门道歉,又是在为腐犯抚循他麻烦时求他父亲前来相助,也算对他很上心了,故而,他倒也不利与之分享自己的一些修行感悟。 将子茂神情肃然,拱手道,多谢北哥指教。 他也是武道修行者,穆北此番对他所说的话,称得上是点拨了,意义非比寻常。 实际上,这些话,他的父亲也曾对他说过,只是,他以前完全没有放在心上过。 如今,穆北道出这话,使得他顿时明误不少。 啪,啪,啪,断续的巴掌声突然响起,一个黑衣男子从甲板一头走向这里。 眼力不错,武学见解也不错,男子目光落在穆北身上,但莫道, 好,浩哥,两个壮汉一个捂着脸,一个捂着肚子,一左一右走到男子身旁, 胸利的看向穆北。 穆北扫了眼黑衣男子,走向甲板边缘,不想与之说什么。 向子茂连忙跟了上去,黑衣男子脸色一沉,穆北竟赶着班无视他。 身形一晃,他将穆北拦下,打了我的人,想一走了之。 调戏民女,肆意殴打他人,他们的错,如果你想强出头,我劝你不要,省得最后脸上无光。 穆北看着他,你的意思是,你比我强,男子狂笑,话落,他整个人散发出一股灵力至极的气势, 肃杀之气蒸腾,宛若一座火山将要喷发。 穆北叹道,我的重点在前,你的重点却在后。 男子冷哼,少给我嚼舌根,重点前后不重要,谁的错也不重要,重要的是你打了我陆长号的人。 他眸自灵力,磕头道歉,此事便接过,否则,我不介意当众打到你哭爹喊娘。 穆北点了点头,明白了,陆长号满意道,明白就,砰,一只拳头落在他脸上,直接将他砸倒在地,口鼻溢血。 陆长号惊怒,你偷袭,无耻,是你理解错了,穆北道,我所谓的明白不是屈服,而是觉得,你和那两人一样,想挨揍。 陆长号怒急,一跃而上,猛的一拳轰向穆北,运雪初期的血气波动浩荡开来,全是刚直狂霸。 强大的一拳,引得甲板上不少人都心计。 穆北面不改色,随意抬手便是握住对方的拳头,轻轻往下一按。 咔嚓一声,陆长号的手腕骨当场便裂开。 穆北松手,右腿简单横扫,令得对方横飞两丈波远。 浩哥,两个壮汉惊呼,快速上前,扶起陆长号。 其中一人争鸣道,你知道我们是谁吗? 我们是永安侯麾下的将士,你竟敢这般对我们动手。 你这是习军,他力声喝道,甲板上,众人齐齐一惊,秦国谁不知永安侯。 镇守边境已有十数年,军功赫赫,威名远扬。 这三人,竟然是那位永安侯麾下的将士。 真若如此,探慕北习军,罪名可就大了啊。 清则牢狱十年,重则甚至可问斩。 墓北却是神色如常,威名远扬的永安侯麾下,原来也是有败类的。 他看着三人,你们身为秦国将士,本应守家护国,如今却调戏民女,殴打大秦子民,若永安侯得知,不知会如何处置。 三人脸色一变,其中一个壮汉力声道,你少胡说八道,血口喷人。 之前还敢认,现在怎么耸了?墓北道,你,这人恼怒不已。 已是这时,一个中年走来,身后跟着一群五位,几位,万事以和为贵,还请罢手,可好。 他身穿紫威格的执事服,先后看向墓北和陆长号三人,显然是这艘海葛上的一个负责人。 这一幕,众人道也见怪不怪,海葛航行时间长,时不时便有争端发生,这时,海葛上往往会有紫威格的执事出面条件。 我无所谓,墓北道,陆长号墓光兄弟,看了眼墓北道,便就给紫威格一个面子。 紫威格这个庞然大物,秦国皇室都得忌惮,他自是得收敛一些。 且,他看得出来,他不是墓北的对手,继续下去也讨不到好处。 话落,带着两个壮汉便离开了,向紫茂走上来,再次向墓北道谢,闲谈间又问起墓北此番行程。 边境,参军,墓北道,这没什么需要遮掩的。 向紫茂却是瞪大了双眼,一脸的不可置信,随后又是露出喜色。 第37章哪那么多废话,墓北古怪道,你惊喜个什么。 向紫茂有些激动,指着自己道,我也是去边境参军。 此番独自前往边境,将踏入一个陌生且艰辛的环境,他心中难免有些压抑。 却不想,参军路上竟多了个熟人,且,这熟人还是墓北,他如何能不兴奋。 墓北有些诧异,这家伙评速可是奢靡安逸惯了的,如今居然要去边境参军。 以这变化,倒是还挺突兀。 他说道,向紫茂自然听得懂墓北话语间的意思,挠了挠头,尴尬道,之前请爹报复北歌时,答应了老爹事后去边境魔力伴在,所,所以, 墓北哑然失笑,你还挺实诚。 向紫茂更加不好意思了,对,对不起啊北哥,我之前实在太混账了,我,小事,都过去了,不必戒怀。 墓北拍了拍他的肩膀,甲板上海风吹拂,他与向紫茂闲谈了一会,便回了房间继续修炼。 时间一天天流逝,向紫茂住在第六层,之后,每天都给墓北带来烧鸡烤和一些美酒加酿。 一晃,七日过去,这天,边境到了,墓北和向紫茂一起走下海阁,来到一座城池前。 城墙高耸,沧桑古旧,旗上布满了刀枪痕迹,充斥一股肃杀销梁。 这便是大秦的边境城,边境城三街石巷,街巷路面坑坑洼洼,城中房屋大多是老旧简陋。 见此,墓北并不意外,此城坐落秦国边境,毗邻宿敌楚国而立,战事冲突长年不断,环境自然不可能好到哪里去。 两人行至城东尽头,一座巨大的军营横卧于前,环绕潇涩肃杀的气息,宛若一头是血凶兽。 他们持入军准和正进入军营,一个兵士带着他们前去军机处报道。 北哥,你选哪个军类?路上,向紫茂问木北道,步兵吧,你呢?边境三军,石指骑兵,弓兵和步兵,其中,骑兵虚弃和战马,弓兵及弓箭手,步兵主修几身。 他觉得步兵最适合自己,我选骑兵,向紫茂憧憬道,这些年虽很不堪,但小时候,我一直想成为一名强大的骑士。 不错,加油,木北鼓励道,嗯,向紫茂重重地点头,我一定不让北哥失望。 木北玩耳,什么叫不让我失望,最重要的是,不要让你爹失望,更不要让你自己失望。 都一样,都一样,向紫茂咧嘴道,很快,两人来到军机处,木北选定步兵,归属步兵营,向紫茂选择骑兵,归属骑兵营。 步兵营和骑兵营都在这方大军营中,只是相隔着一定距离,木北收好军牌,与向紫茂分开,不多久便是来到步兵营,做好各类繁琐登记后,被一个兵士领着来到自己的军中居舍处。 这居舍其实就是一个巨棚,其内搭有一百张床位,每张床位旁都有一个木制的小柜子。 木北来到这里,一眼就看到三个熟人,赫然是陆长浩,以及殴打向紫茂的那两个壮年。 几乎是同一时间,三人也看到了他,都是一阵,俨然是没想到木北到这边境参军来了。 很快,三人的脸色便都是森冷起来,尤其是陆长浩,眸光凌厉宛若刀锋,木北扫了眼三人,倒也没在意,寻到自己的床位,自顾自地躺下来。 浩哥,陆长浩身边,一个壮汉站起身来,逼是木北这边。 不急,陆长浩冰冷地扫了眼木北,让这个壮汉稍安勿躁。 随后,三人走了出去,木北视若无睹,头枕双手,闭上双眼假眉。 天色渐暗,这天很快过去,次日天还未亮,哨声便是响彻军营。 木北与其他众兵士迅速起身来到军中教场,在教官威严的喝音下,开始为期7日的集训。 边境三军中,兵士竟为武者,实力不俗,却依旧都得参加集训。 集训,训得不是武道修炼,而是列阵合击,侧重于群体战斗时的军性变换以及攻阀阵势。 毕竟,与敌国交锋时,军队整体而动,若没有阵列配合,全部各自为战,胜率便会很低。 步兵营总共1万余人,木北同众兵士一起,与烈日下徽兵列阵,喝音响彻巨大的教场内。 转眼,7日一晃而逝,7天集训后,所有兵士都有为期7日的自由时间。 这天,木北离开军营,踏入边境城外的十万大山。 十万大山不属于秦国,也不属于楚国,加在两国之间,内里有不少矿脉,也有许多妖兽。 他此番来十万大山,便是猎杀妖兽收割兽河。 这兽河是妖兽一身精华所在,为妖兽最珍贵的地方,内运魂厚精气,武者可取其内精气修炼。 修行界,许多武者击杀妖兽,目的就是兽河。 边境三军设立军功制,兵士可通过各类途径获取军功,其中一个途径便是上脚兽河。 一接妖兽的兽河,一颗得一分。 二接妖兽的兽河,一颗得两分。 三接妖兽的兽河,一颗得三分。 以此类推,另外,击杀敌军和有效情报等,也都可获得军功,且远比上脚兽河所获得的军功高。 只是,斩杀敌军和有效情报太难了,相比起来,收集兽河则要简单许多,许多兵士便都是通过猎杀妖兽上脚兽河来赚取军功。 军功可是关系到未来的军职的,雾北传军功倒不是在乎军职,他在乎的是几个月后军中大比的灌手奖励,第心灵髓。 这事关他修复经脉,非常重要,决定灌手的一个重要因素,便是军功,这军功对于现在的他而言,自然便很关键。 十万大山并非有十万座大山,只是一个命名而已,其内参天巨母极多,阳光透过茂密的枝叶,在地面上映射出一块块的光斑。 墓北行入大山,一路朝中心处走去,大概半个时辰后,前方出现一头浑身不满力次的妖兽。 他行如刺猬,足有丈雪高,一双胸眸散发着绿油油的光泽,发现墓北后,一跃便扑了过来。 奔跑迅捷如电,扬起大片沙尘,三接妖兽,沙罗蒙,墓北不退反进,一拳轰在对方腹部。 沙罗蒙被震退杖许,双眸胸光大掌,一声怒笑,再次扑来。 不过,就在下一刻,他忽而俱惨,哀嚎着倒地抽搐,口鼻齐齐一穴,转眼便没了气息。 威力不错,沐北暗自点头,方才他挥出的可不是普通一拳,而是之前抽空所修炼的九品上等武技,碎心拳。 修行这宗武技,需对立的御用达到一个非常精妙的程度,一旦有成,一拳挥出,攻外而伤内,敌人表面看似毫无伤痕,内部却可能已经五脏结碎,类似于传闻中的隔山打牛,极其强横。 他在俊成时,已将这宗武技修炼制出成,方才那一拳,一般的运雪镜巅峰舞者也扛不住。 从那戒中取出一柄锋利匕首,他切开沙罗蒙的头颅,与其内取出一拳头大小的暗黑雪石。 雪石表面光滑,有三道微不可见的纹烙,能感受到内运有一股精纯气息。 这便是沙罗蒙的兽盒了,一颗三阶兽盒。 沐北收起兽盒,继续往前走,十万大山内妖兽很多,却并不是随处都能看到,接下来的几个时辰里,他也就寻到七头妖兽。 七头妖兽中,两头四阶,两头三阶,三头二阶,全部被他斩掉取出兽盒。 太阳开始落下,沐北割下几斤三阶妖兽的兽肉,架起火来烤制。 油滴落在火上痴痴的响,不多时,兽肉变得金黄,有酥香传出。 沐北撕下一块烤熟的兽肉,一番咀嚼后腌入腹中,顿时便觉得腹部处生疼其一股灼热感。 不错,腰兽浑身都是宝,食兽肉可滋补气血,温养肉身,对修炼有一定的好处。 就在这时,伴随着脚步声,三个男子朝着这边走来,都在25岁左右。 其中一人,沐北任德,陆长浩,旁边两人,一个身材魁梧,握着一柄扩刀扛在肩上,另一个腰配长刀,身穿黑假衣。 看起来,你小子似乎收集了不少兽盒,魁梧男子走到沐北身前蹲下,自顾自拿起一块瘦肉啃起来,满嘴流油,作为新人,你可知道规矩。 首次入山所得兽盒,得献给老兵,他盯着沐北,一脸戏虐,沐北咬了口兽肉,抓着手中兽肉的木端如皮鞭般抽过去,他的一声落在对方脸颊上。 砰,伴随一声闷响,魁梧男子倒飞,两颗牙齿混合血水从口中落出来。 陆长浩脸色顿时一寒,黑假男子则是目光凌厉起来,刚入军便赶如此,嚣张跋扈。 沐北甩手便将手中的瘦肉投掷过去,宛若一颗尖石砸在对方脸上,顿时间鼻血横流。 强动手直接点,哪那么多废话? 他说道,这两人随陆长浩一起,刻意挑衅,摆明是来帮陆长浩找回场子的。 魁梧男子以示战起身来,与黑假男子一样,皆是兄弟的盯着墓北。 我早说过了,他不一般,怒长浩冷力的盯着墓北,一起上。 拔出短剑,他与魁梧男子以及黑假男子一起动了,同时攻向墓北。 第38章免费劳力,三人都是运血初期的舞者,一个持扩刀,一个持短剑,一个持长刀,相互兼配合非常默契。 俨然,这样的合击战,三人没少参与,所发挥出来的实力,远远超过三个普通的运血舞者。 灵力的剑势和刀势交错纵横,三人移形换位,攻势难辨。 雾北面不改色,风行九转一斩,避开三人所有攻击的同时,抓住黑假男子的手腕往下一按。 咔嚓一声,对方的腕骨顿时破裂。 黑假男子闷哼,另一只手握爪成拳,猛地砸向墓北面门。 魁梧男子和陆长号的刀劍也于此刻到了,分上下两个不同方向,以刁钻的角度攻向墓北。 攻击时机和方位把握得非常精准,墓北面色平静,朱雀剑凭空而现,数十剑影交织成一轮键盘,成360度席卷开去。 同一时间,他一脚踹向黑假男子,咔咔两声,魁梧男子和陆长号的刀劍同时断裂,胸前皆多出一道深深的剑痕, 道飞杖许远。 黑假男子被一脚踹在胸口,肋骨断了树根,倒在地上难以再站起来,嘴角不停地往外一穴。 怎么可能,陆长号又惊又怒,魁梧男子和黑假男子是他军中好友,他找来两人,觉得和三人之力比能压制墓北找回面子。 却不想,三人合力,在墓北面前依旧不堪一击。 墓北扫了眼三人,懒得说什么,转身便走。 不过,才刚踏出一步,他便停下来,栖栖酥酥酥的声音响起,四周,一头头浑身覆盖着血色毛发的妖狼走了出来,如牛犊般大小。 雪狼,墓北轻语,雪狼,三阶级别的妖兽,喜好群居,对血液最是敏感,数百丈外的血液味都能够秀得到。 将来,是陆长号等人的血,将这些雪狼引了过来。 陆长号三人脸色巨变,雪狼凶残是血,他们处在巅峰状态时,也最多每人只能应付两头。 可如今,他们身受重伤,围来的雪狼却有十五头。 如何党,十五头雪狼谋犯凶光,伴随一声利笑,齐齐扑过来。 只刹那间,一头雪狼扑到了黑甲男子进前,雪盆大口咬向对方脖子。 黑甲男子连站起身来的力气都没有了,面露绝望。 已是这时,墓北迈步,顺膝而至,右腿横扫而出。 伴随鹏的一声闷响,这头雪狼足足横飞出去三丈多远,落在地上后挣扎了两下便没了动静。 黑甲男子顿时震住,墓北居然救了他。 护好脖子,墓北诞声道,风行九转一展,他身形迅捷如电,朱雀剑寒光四十。 扑扑扑,刹那间,扑向陆长浩和魁梧男子的三头雪狼被斩下头颅。 狼群立笑,凶谋射人,齐齐盯住墓北,一起朝墓北扑去。 墓北古井无波,踩风行九转,挥剑七十二,玄妙的步伐配合灵力的剑士,宛若剑神当势。 扑扑扑扑扑,雪水飞剑,雪狼的头颅一颗接着一颗落下。 转眼,十五头雪狼便只剩一头,这一刻,已是雪凶残著称的雪狼四也生出了恐惧, 如丧家之犬般朝远处逃窜,速度极快。 只是,墓北的速度更快,一晃遍江之篮下,朱雀剑横斩。 扑的一声,一颗狼头斜飞出去,狼尸碰的一声倒在地上。 陆长浩三人满脸惊骇,一个个如同见鬼了般。 十五头雪狼,竟倾刻间被墓北全部给斩杀了。 近视一击必杀,这是何等战力? 不过,短暂惊骇后,三人的神色都复杂起来。 为什么,陆长浩看着墓北,面带苦涩,他带两人报复墓北, 如今,三人却都被墓北救了性命。 墓北若不出手,他们今日必死。 小矛盾而已,墓北道,同处一座军营,我能看着你们被狼群吞食。 我没那么冷血,然而当事,该计较时计较,当宽宏时宽宏。 三人虽拔剑拔刀,却皆无杀心,只是单纯想找回一个面子罢了, 他自然没必要见死不救。 收起朱雀剑,他取出一柄匕首,一一割开十五头血狼的头颅, 将其内的兽盒全部收起来。 陆长浩三人已是挣扎着勉强站起身,相继走过来。 之前的事,抱歉了,还有,多谢,陆长浩抱拳,公身行礼, 多谢,回吾男子和黑甲男子一起行礼, 墓北点了点头,离开这里,不多时便走出很远。 夜幕笼罩大地,一轮明月悬挂苍穹, 有点点银灰洒落,大山间显得有些昏暗。 晚间寂静,十万大山中,妖兽的吼笑此起彼伏。 夜里,是妖兽最活跃的时间段, 昏暗的山林间,一双双或碧绿或雪红的妖眸亮起, 幽冷甚人。 猎杀时刻,墓北眼中划过一抹微光, 与黑暗中动了,刺潜伏黑暗中的死神, 挥动朱雀剑收割一头头妖兽。 接下来的几天,他一直在十万大山中猎杀妖兽, 昏了就寻个隐蔽地小气,饿了就烤兽肉果腹。 同时,他每天都会抽出时间,以临时修炼一剑爵士功法, 浮以赤火龙之异血和巩固境界。 一黄眼,七日过去,七日的自由时间到了, 他清点了下这些天的战果,总共收割了两百颗兽盒。 其中,五阶兽盒两颗,四阶兽盒二十颗, 三阶兽盒五十三颗,二阶兽盒五十五颗, 一阶兽盒七十颗。 这等战绩可以说是非常害人了, 如他这等同境界从军者,七日间最多也就收割到四十颗兽盒。 最高级别仅止三阶,数量还少,九成以上都是一阶和二阶。 然而,墓北自己却很不满意,太慢了, 他皱眉,两百颗兽盒加起来,也就四百二十九点军功, 这着实是太少了。 他若想拿下五个月后的军中大笔灌手, 军功方面最起码得三万点,按照这等速度根本行不通。 而考虑其他途径,他自语,盾了盾, 他返回军营,将两百颗兽盒全部上缴,随后回到居舍。 陆长浩三人走上来,抱着烈酒和慈碗, 再次向墓北道歉和致谢。 军人习无好酒,尝试以酒会友, 墓北知道这点,既来之则不惧。 随后,陆长浩介绍了下自己, 又为墓北介绍魁乌男子和黑甲男子。 魁乌男子名为索更,黑甲男子名为陆秧。 墓北,墓北简单说了下自己的名字, 感谢墓兄宽宏仁义, 今后若有用地找我们三人的地方, 墓兄尽管吩咐,刀山火海在所不辞。 人抱拳道,苍穹很快按了下去, 黄眼便是次日,天色刚是蒙蒙亮, 营中哨声便响了,七日集训由此拉开。 依旧是列阵合击的训练, 每日操练六个时辰方才可休息。 很快,集训便结束, 这天,墓北刚准备去十万大山, 一个中年便走了进来。 中年左手背负,身穿黑袍, 给人一种威风凛凛的气势。 葛大人,您怎来了? 快快请坐,一个鹤福男子迎上去, 满脸谄媚,其他一些军事, 也赢了上去, 黑袍中年昂首而立, 即是享受被人重心捧月般的感觉。 顿了片刻,他咳嗽了下, 温声道,有一事与各位商量下, 我的助兵铺库存告紧, 虚致大批兵器, 人手方面着实不够, 还得需要各位帮衬一下。 葛大人,瞧您说的, 什么叫商量下? 能为您出力,那是我们的荣幸, 您说商量可救生分了。 黑袍中年话语刚落, 鹤福男子便第一个开口说道。 黑袍中年脸上露出笑容, 暂许地看了眼鹤福男子。 鹤福男子顿时窃喜, 其他一众军事, 却是面露苦涩, 黑袍中年叫葛元奎, 身居百户, 管辖我们这座居舍, 在边境城开了做助兵铺贩买刀兵, 动不动便让我们帮着助兵打铁, 不仅没有工钱, 连吃食都不供应, 完全将我们这些人当作免费劳力。 那鹤福男子叫赵拓, 十足的马屁精, 从来不放过任何讨好葛元奎的机会。 陆长浩就在墓北身旁, 压低了声音道, 墓北点头, 原来如此, 大秦军士, 军职由低到高一次为武长百户千户校尉诸侯和将军。 葛元奎身居百户, 可管辖百人, 职位已经不算低了。 买家催兵器催得紧, 各位收拾下, 便随我走吧。 葛元奎笑着道, 好乐, 依旧是赵拓第一个回应, 高声道, 大家伙赶紧收拾好, 立刻随葛大人出发。 一众兵士当即收拾东西, 虽有苦涩, 却不敢推辞。 葛元奎可是身居百户, 他们哪里得罪得起。 已是这时, 墓北出声道, 葛大人, 我有其他要事, 无法帮忙了, 不好意思。 距离军中大笔仅值五个月时间, 他必须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来寻集军功。 众人一正, 异样地看向墓北, 墓北竟敢拒绝葛元奎。 葛元奎脸色微沉, 还未开口, 旁边的赵拓便看向墓北, 阴阳怪气道, 新来的, 你明知葛大人这边急需人手, 却在这个节点提有要事推托, 这是什么意思? 懂不懂规矩, 第39章矿脉首位, 墓北看向赵拓, 我和葛大人说话, 与你何干? 赵拓音声道, 你一个新来的, 竟也赶着般放肆, 看来, 我得教教你如何做人才是。 他走到墓北跟前, 一耳光甩向墓北。 墓北抬腿, 在对方的巴掌抽下钱, 一脚落在对方腹部, 踹得对方如肉球搬滚飞出去。 我做人做得很好, 你当狗却当得不行。 他淡默道, 众人动容, 赵拓可是运雪净初期的修为, 竟被墓北一脚就踹飞了, 没有力气再站起来。 葛元奎的脸色彻底沉了下来, 逼是墓北道, 为令不尊, 萧狂跋扈, 你不错。 很不错, 他一步步走向墓北, 陆长号脸色微变, 连忙站出来, 抱拳道, 葛大人见谅, 我这兄弟一时冲动了, 还请滚开。 葛元奎一把推开陆长号, 随后一脚踹向墓北。 墓北侧身, 轻松避开这一脚, 葛大人自重。 葛元奎眸自一寒, 右手摊开, 成龙爪扣向墓北咽喉, 找势之灵力, 宛若神鹰不实。 运雪中期的气血波动, 似一方大浪席卷开来。 墓北不再留手, 一拳迎上, 拳爪撞在一起, 有骨头崩裂声传出, 葛元奎登登登的后退五步远。 就见着, 他挥爪的手已经肿了, 有乌青浮现。 怎么可能, 众人大惊失色, 葛元奎脸色阴沉到了极点, 死死盯着墓北。 只接墓北一拳, 他就知道了, 墓北强他很多。 以下范上, 在军营中是大罪, 他立声道, 墓北看着他, 我只是正当防卫, 葛大人若觉得末将有罪, 可将今日之事戏禀先军处。 边境秦军, 分三营两处, 三营指齐兵营, 攻兵营和步兵营, 两处则指军机处和监军处。 其中, 军机处负责兵士的信息登记, 监军处则是负责赏语罚。 葛元奎眸光冷利, 今日这事真若细饼上去, 他必定战不到礼。 墓北扫了眼对方, 不再说什么, 离开居所朝着十万大山走去。 葛元奎脸色阴沉至极, 扫是其他人寒声道, 还有谁要走? 迎着葛元奎逼人的目光, 许多兵士不由得低下头。 陆长号朝葛元奎抱了抱拳, 大步走出居舍, 追着墓北去了。 左更和陆央相继抱拳, 跟在陆长号身后, 也追着墓北去了。 好,很好, 葛元奎眸光森然, 还有谁? 居舍内没人敢出声, 走, 一喝一声, 葛元奎朝自己的驻兵铺走去。 赵拓和其他兵士连忙跟上去, 墓北此时已是踏出边境城, 深入了十万大山数千丈。 陆长号所更和陆央跟在他身旁。 你们没必要跟来的, 墓北苦笑, 墓兄弟别多想, 我们可不是因为你才这般做, 早就看那姓葛的不顺眼了。 陆长号道, 不错, 墓兄你别多想, 所更和陆央也相继开口, 墓北一笑, 哪会真不知道三人为何这般。 够一气, 他翘起大拇指, 刺人相识一番, 都是大笑起来, 说起来, 墓兄, 你这实力尾石有些可怕啊, 那姓葛的居然都不是你的对手, 佩服。 佩服, 陆央说道, 葛元奎能认百户军职, 绝对是身经百战, 却被墓北一拳就轰退了, 这等战力着实有些吓人。 脸勉强强, 墓北谦虚道, 陆央汉言道, 可别这么说, 你这若都只算脸勉强强, 我们干脆一头撞死算了。 鸡人哄堂大笑, 随后便是一起在十万大山中猎杀妖兽历, 同时也为收割受贺。 这十万大山中, 哪个区域妖兽最多最强? 墓北问道, 陆长浩三人身军夷有两年, 对十万大山非常了解, 陆长浩道, 若说最多, 应是正南区域。 但若说最强, 则是西北区域, 那片区域有座五幽谷, 里面大多是些五阶六阶的妖兽, 据说甚至有七阶妖兽出没, 非常可怕。 他说道, 因为这五幽谷, 军中将士大多不会前往西北区域历练, 就算有些胆子大的踏入那边区域, 也会远离雾幽谷, 根本不敢靠近那里。 陆北目光围动, 有七阶妖兽出没, 那倒确实挺可怕, 这个级别的妖兽已经相当于合一镜舞者了, 一般人根本不是对手。 次人继续于十万大山中历练, 越发朝中心区域去了。 边境城, 葛家住兵铺的一间屋子内, 葛元奎眸子冰冷, 森光连闪。 大人, 这思态狂妄了, 连您都不放在眼中, 必须得给他点颜色。 赵拓恨声道, 只给点颜色, 不, 葛元奎面目争鸣, 我要他死。 区区一介小兵, 竟当众让他下步来台, 他葛元奎何曾受过这等屈辱? 墓北不死, 难谢他心中怒火。 他看向赵拓, 你的点子向来多, 可有什么好主意? 赵拓想了想, 眼中划过一抹狠辣, 大人, 沙铁矿那边有墨江的一个堂书, 我们可以这般, 他俯身在葛元奎耳边说了几句。 葛元奎眸光为动, 点了点头, 又森寒道, 将陆长号三人一起算上。 大人, 人多了, 事不太好办, 要不, 此次先只针对那墓北, 至于陆长号三人, 后面再清算。 赵拓小心翼翼地道, 也对, 葛元奎力声道, 那便暂且不及, 一个一个来。 十万大山中, 妖兽的嘶吼声不时响起, 一黄眼, 七天过去, 这天, 墓北和陆长号等人走出十万大山, 不多时便是回到军营。 明日又得开始集训, 墓北, 明日你不用参与集训了, 葛大人有令, 前你去沙铁矿迈守卫, 以护矿迈之安危。 赵拓上前, 音声道, 顺带一提, 此乃正常军令, 你无权抗拒。 话落, 转身便走了, 陆长号三人走上前来, 陆央道, 沙铁矿处在十万大山的中心区域, 离楚国边境城更近, 常有储兵挑衅声势, 更有妖兽群不时出没, 极为混乱。 他娘的, 阁老狗这是美安好心。 无妨, 墓北道, 兵来将党, 水来土掩, 他与三人告别, 而后按地图标记, 动身前往沙铁矿处, 不多时便就到了。 前方, 高墙耸立, 围成一个圈, 只有一个出入口, 有一座少塔横立正中。 少塔高约三于杖, 以巨木搭建, 十分坚固。 可以看到, 其上有几个弓箭手在环顾四周。 墓北来到这里, 第一时间向此地武掌报备。 离于左立镇守下方, 此地武掌围移大富翩翩的中年, 名为赵拱, 指着一个腰配黑色弯道的男子对墓北道。 说完便走了, 墓北打量四周, 发现高墙内的铁矿不算太大, 偶有矿工斑矿出来, 都是些寻常百姓。 至于镇守此地的军事, 算上刚到的他, 共计八人。 他与左立镇守在下方, 另外几人为弓箭手, 与武掌赵拱镇守哨塔上, 分几个方位巡视四周。 人数虽少, 不过, 高墙哨塔却是占据极大的战斗优势, 配合上几个弓箭手镇守唯一的入口, 要守住这里的铁矿, 问题倒也不大。 除非有氧气镜或则氧气镜以上的强者来动手, 亦或是以绝对的人数强行将这里冲垮。 但, 一座小小铁矿, 又哪值得这般兴师动众? 小子, 听说你很能打, 左立走上前来, 面色凶横, 正直无聊, 来和老子练练。 木北扫了他一眼, 懒得搭理, 不敢, 看来传言不实, 左立讥讽, 立笑道, 不过, 无碍, 你既无胆, 老子便给你着着胆。 说着, 一把抓向木北, 木北侧身, 轻松避开, 左立面色更加凶横, 双手握爪, 食指根根锋利, 宛若时秉立刃切割向木北咽喉。 运血初期的气血奔腾, 夹杂着一股浑浊的妖力气息。 一时间, 左立的面庞都变得有些猙獰起来, 似乎化作为一头凶手。 木北神色淡漠, 步伐看似随意, 却轻而易举避开了对方所有攻击。 他看了出来, 对方当时短时间内利用了过多兽和修炼, 以至于气血染上了歇腰气。 兽和虽可用于武者修炼提升修为, 后修行不力。 他抬手, 扣住对方左手腕, 一脚踹在左腿膝盖处。 左立顿时重心不稳, 如狗吃屎般滚出杖许远。 找死, 左立站起身来, 胸利地盯着木北, 获得拔出腰间佩刀。 就在这时, 哨塔上响起一道惊声, 由储兵靠近。 第四十章他说的是真的, 木北偏头看去, 很快便见着13个黑甲骑兵朝矿迈这边而来。 就他观望, 这十三个骑兵各个血气不凡, 进阶是运血初期武者, 为首的以快运血中期。 所有人的甲骤上都有云层印记, 那是楚国国徽。 十三个黑甲骑兵来到近前, 猛乐江绳, 坐下战马前提离地长啸, 在哨塔外武杖处停下。 赵公等人顿时延阵以待, 哨塔上几个弓箭手连忙弯弓搭舰舰对准13人, 各个面带戒备。 左立紧握黑刀, 之前的胸横消失, 警惕地看着楚国这群骑兵。 秦国小儿们, 可敢下来一战, 由楚国骑兵持战毛指指哨塔这边。 怎么, 不敢, 见无人敢动, 这个楚兵接着道, 老子赤手空拳, 挑你们所有人, 来。 算了吧, 就算我们当面睡了他们婆娘, 他们也只敢眼睁睁睁看着。 为首的楚兵肆意狂笑, 其他的楚兵跟着狂笑起来, 秦国之人, 尽是些没有卵蛋的耸逼。 哨塔上, 包括武掌赵拱在内, 几个弓箭手脸色铁青, 却没有一人下场。 左力紧握黑刀, 却也是不敢冲出去, 十三骑兵没有一个示弱者, 俨然都是楚军中精锐。 目北瞥了眼左力, 你不是擅长找胆吗, 回头给自己好好找找。 话落的一瞬间, 他如一支离弦的箭冲出, 转眼逼到十三骑兵进前。 朱雀剑凭空出现在手中, 他目光淡漠, 一剑斩向为首的骑兵, 方才就属这人叫嚣得最厉害。 这个楚国骑兵威精, 连忙一跃而起, 扑的一声, 骑坐下战马被斩下马头。 找死, 这人露出寒意, 战马相当于骑兵的尊严, 目北竟一剑斩了他的战马。 他猙獰地盯着目北, 砸碎, 待会儿, 老子必定一刀刀将你的肉割, 目北脚尖蒙点地面, 闪电斑逼到对方进前, 朱雀剑立劈。 这人脸色一变, 连忙横起战毛阁挡。 咔嚓一声, 战毛瞬间被朱雀剑一斩为二, 随后, 这人的半边脑袋落下, 血水混合着脑浆飞剑。 头儿, 其他十二个楚兵脸色猛变, 各个大怒, 一起攻向目北。 目北面不改色, 眼中甚至有精芒划过。 对他而言, 这些楚兵就是移动的军功。 斩杀他们所能获得的军功, 远非狩猎狩和可比。 朱雀剑震动间发出一声剑笑, 他同时迎上十二个楚国骑兵, 剑势既凌厉又迅捷。 绍塔上, 赵拱精于目北的胆气和实力, 不过随即, 嘴角便是勾起一抹残忍的笑。 都注意了, 他压低了声音对几个弓箭手道, 我等后面的军路能否走得顺畅, 就看此番了。 几个弓箭手微正, 随后便是会议, 齐齐盯住目北的身影, 眼中都是有狠辣浮出。 当当当, 金属碰撞的声音不时传出, 目北即战十二个楚国骑兵, 剑势惊人。 左立死死看着这一幕, 想起目北刚才的讽刺, 黑刀钻得更加紧了。 三个呼吸过去, 他朝少塔上看了眼, 一声怒吼, 持黑刀冲了出去。 转眼, 他冲入十二个骑兵的包围圈中, 老子不需要给自己找胆子。 他力声大吼, 黑刀疯狂挥斩, 目北挥动朱雀剑, 斩断一个储兵的战毛, 扫了眼左立。 少塔上, 武掌赵拱皱起眉头, 旁边一个弓箭手低声道, 左立这疯子这时候冲出去做什么? 这倒影响不了什么, 你们盯紧了, 寻到机会变动。 赵拱低声道, 几个弓箭手重重点头, 啊, 惨叫声响起, 场中, 一个储兵被目北贯穿心脏, 转瞬便惨死。 几个弓箭手多缩, 转眼而已, 目北便就击杀了两个储君精锐。 赵拓眉夸大, 这小子果真不简单。 赵拱低声道, 场中, 十一个储兵暴怒, 只留三人攻击左立, 其他八人全部围攻目北, 各个肃杀气息耸人。 目北面色如常, 剑七十二施展开来, 数十道剑影显化, 玄妙的剑招晃得八人眼睛都睁不开。 下一刻, 惨叫声相继响起, 八人中转眼有三人被斩, 全部被一剑斩掉脑袋。 围攻目北的五个储兵又惊又怒, 攻势更加凌厉。 目北神色不变, 从容应对, 他左边不远处, 一道压抑的闷声传出, 左立被一脚踹飞, 一个储兵持风锐战矛冠向其咽喉。 矛尖转眼逼到其咽喉进前, 左立当即面露绝望, 有一抹恐惧从脸上浮现出。 目北迈步, 瞬息而至, 一把抓住逼至左立咽喉前的战矛, 用力一震, 硬生生将战矛夺下。 随后, 他反手一指, 战矛扑斥一声将这储兵的喉咙贯穿。 左立一时间呆滞在原地, 他居然被目北给救了。 不要在战场上发呆, 目北道, 朱雀剑环绕灵力见识, 交织数十剑影, 将剩下的七个储兵齐齐笼罩。 如此强横的实力, 使得在场所有人都为知心计。 啊, 惨叫声很快便就响起, 一个储兵被目北一剑斩断战矛, 随后削掉半颗脑袋。 目北挥剑, 对这些国敌丝毫不留情, 转眼间又有四个储兵惨死朱雀剑之下。 朱雀剑横空, 他斜斩向又一个储兵。 已是这时, 修修修修修的破空声响起, 五只剑矢从绍塔处击射而出。 五只剑矢皆以精铁锻造, 剑间锋利逼人, 从五个不同方向贯穿而来, 隐约间合成一宗剑牢。 然而, 目北却发现, 这五只从秦国绍塔上射出的剑矢, 目标竟不是最后两个储兵, 而是他。 五只剑矢速度极快, 将他四周完全封锁了, 眨眼逼到近前。 来不及思索, 他强行收剑, 踩风行九转而动, 四风般迅捷飘逸, 近乎贴着五只剑矢闪避开。 不可能, 绍塔上, 赵拱忍不住惊叫出声。 目北获得看向那边, 眸光凌厉至极。 几乎是同一时间, 最后两个储兵趁机逃离, 如同丧家之犬般, 驾着战马转眼逃得没了影。 目北脸色冰寒, 提着朱雀剑, 几个跃动便登上哨塔。 赵拱等人心计, 赵拱到, 目北, 你听我, 目北直接挥拳, 将赵拱和另外五人同时笼罩, 转眼将六人全打趴下。 狗子在前面杀敌, 你们却在后面放冷剑, 揪着赵拱的领口, 他难得的爆粗口。 迎着目北锋利的眼神, 赵拱毛骨悚然, 目北兄弟, 我, 我们只是失手, 怎可能对你放剑? 目北抬手就是一拳, 砸断赵拱的鼻梁, 说, 谁让你们这么做的? 训练有素的军中弓箭手, 会失误到这般程度, 当他目北是白痴吗? 赵拱口鼻一血, 牙齿都脱落了几颗, 真, 真的是失手, 真的。 目北不再废话, 快速在赵拱身上挤出药学用力一案, 第三次施展是新手逼问法。 转眼, 赵拱便在七力至极的惨叫声中, 一五一十地交代出实情, 是, 是隔百户。 他承诺我们七人, 以处兵或妖兽做遮掩, 寻找何时机会杀了你, 而后, 而后便保我们未来在军中能够顺顺畅畅。 他一边惨嚎一边说道, 另外五个弓箭手瑟瑟发抖, 脸上尽是惊恐。 照塔下方, 左立看向目北, 眼神无比复杂。 目北狠狠踹了脚赵拱, 撤了是新手逼问法, 而后点起一束狼烟。 不多久, 数十勤军赶到, 目北简单描述后, 与赵拱七人一起, 被其中十人带到监军处审查。 葛元奎以及赵拓, 也被一并传唤到监军处。 葛元奎, 赵拱所言可是未真, 监军处审问, 葛元奎抱拳, 禀大人, 绝无此事。 他冷冷地看了眼目北, 末将在来时的路上听说了, 他对赵拱用了种畏之酷刑, 赵拱是被迫编排词等假话, 只为免受非人痛楚。 葛元奎旁边, 一个身居百户的银甲中年站出来道, 大人, 末将与葛百户相交多年, 深知葛百户为人, 平日对部下确实严苛了些, 但却绝不可能做出此等卑劣之事。 末将愿以君职担保, 是啊大人, 我和葛大人根本没做过这等事, 这是他栽赃污蔑。 赵拓跪服在地, 指着墓北道, 这新来的嚣张跋扈得很, 前些时候和我与葛大人闹了些矛盾, 这俨然是在泼涨水。 葛元奎看向赵拱, 冷冽道, 赵拱, 如今身处监君处, 他无法再对你用刑, 你可说实话。 赵拱不傻, 当即便朝负责审问的千户磕头喊冤, 七声喊道, 大人, 末将没办法啊, 他那等酷刑如妖术般, 剧痛无比, 似炼玉之苦, 末将抵不住啊, 只能在他的诱导下诬陷葛大人。 葛大人, 对不起, 末将不是故意的, 他声泪俱下, 而后怒指墓北, 恨声道, 十三个储贼来袭, 我们奋力斩杀十一人, 可你, 为了独吞军功, 就是酷刑威逼我们屈服, 你好阴毒。 监军处的千户看向墓北, 当真如此。 不是, 他现在的话才是假的, 墓北道, 他话刚落, 赵拱便怒道, 我赵拱发誓, 方才若有半句谎言, 天打五雷轰。 赵拱旁边, 那五个弓箭守此时也齐齐开口, 附和赵拱的话, 一起声讨墓北。 葛元奎嘴角勾起一抹不可察觉的冷笑, 赵拱等人同心, 墓北独身之下百口莫辩, 结局已定。 大人, 此子心肠歹毒, 当言处, 他朝监军处的千户抱拳, 立声道, 监军处的千户点了点头, 看向墓北道, 以下犯上, 滥用私刑, 你如今可还有什么话说。 他们在撒谎, 墓北面无巨色, 与此同时, 一直沉默地左立开口道, 我作证, 他说的是真的。